新经济时间来看到台股周一在台积电以及航运股的领军之下又在创新高 而今天的表现如何 520前还有高点可起吗 舒涵 好 确实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上周五美股的表现大概就略之一二 应该就是台股的表现会相当不错 所以果然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 盘中就上攻到了20933点 那中场是收在了20857点71点 总市值冲破66兆 当然这都是历史新高点 那现在法人也看好的就是所谓的520的行情 会不会再创高下去 因为往年来看庆祝行情其实都在的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台积电跟航运股是持续领航 不过在电子重电AI股的部分在昨天的表现 是稍微失血的一个情形 现在整个台股还是呈现在比较多头的一个行情之下 不过还是有警讯 我们来看到专家说 如果龙头股没有办法延续高档的话 那么大盘就要提防的就是一个短线的回档回来了 那么目前台股看起来还是台积电的个股在表态 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整个情势恐怕还是关键在美股的表现 能不能拉动台股的上冲了 那再来就看到是美国即将要来公布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通膨数据 包括消费者还有生产物价指数的部分 所以现在市场的态度还是比较观望一点点 我们来看到5月13号美股是涨跌互建的一个情形 在道琼的部分结束了连巴掌 可以看到是走跌的一个表现 标普也是走跌的 那么纳斯达克跟肺半是持续上扬 那今天台股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是开低然后走高的一个情况 那可以看到今天台积电一开盘的时候是比较疲弱 是由航海王的部分领军上冲爆量 那么在AI之后也来回神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是最高来到了 20994.53点 收债的是20985点 这是再写新高的一个情况 那台积电也涨了6块钱来到了825元的价位 那么在航海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长荣扬名都是涨的 不过在万海的部分则是走跌的部分 而除了AI半导体跟航运 接下来凭盖骨有机会看窍吗 传出苹果正在研发折叠金马鼠海 确实不仅是研发 其实现在也修正了可能上市的时间 就是外界帮他来这个预估可能会来提前了 那主要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在加速这样的一个脚步 提前可能要到2025年就会来问世 那么2026年就会来量产 所以大概是提前一年的这样一个时程 那主要大家判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向三星来下单 所谓的软性面板的部分 那么签订了这样子的一个折叠显示器的合约 而且量还不少 2028年来到一亿片 而且尺寸是比较大 从他的下单量 如果这是确实的一个数量的话 那显示苹果是蛮有信心的 那首发应该会是瞄准iPad的部分 要来立抗三星以及华为 那另外一个关键零组件呢 就是轴承的部分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直都和这个苹果来合作的新日新 将会是受贿最大的 所以13号的时候 一度是触及到184元的一个价位 那现在法人也预估第二季 那应该会冲到30亿 而且他4月营收是创下了20个月的一个新高 那还有哪一些厂商也会因此来受贿呢 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包括了鸿海 大立光 河硕 恐怕在这一波的这个折叠机问世之后 也都会来跟着进步 而5月是缴税报税禁 让大家荷包大失血 但是却有部分的屋主不用缴房屋税 这是为什么呢 淑海 确实也来看一下缴税的资讯了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到 到底为什么有一些屋主不用缴 那先看一下到底多少人不用缴 其实呢 是在这个247万户都是免缴的 而且年增幅来到了5.9万件 那新北市的部分是最多了 数量最多 所以我们来看到年增幅呢 是1.3万件 而且预计今年会更多 免税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房屋平定限值是 小于磕税的一个标准 那各县市门槛不太一样 再来就是房屋必须是要住家来使用 来达成这样子一个条件 那专家就分析到底为什么 免税的屋子会增加 主要就是我们的屋子也进入到 超高龄的一个时代了 大概是屋龄30年 甚至有一个危老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部分县市还放宽了所谓的免税标准 所以都会增加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未来 我们从限制的这样子一个房屋税 到这个囤房税2.0的话 就是说你限制自然人持有 而且全国三户为主的话 那么呢 这个收所谓的这个房屋税的比例 应该就会来增加了 那么除了以上的财经重点 提供给您之外 也欢迎您可以扫描旁边的QR Code 来下载我们的APP 掌握更多的相关资讯 以上今天提供给您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关注注视频 提供预 星亿 明镜存在 人资本四川 因为